常念似恩与报恩 人间净土在眼前 打开网站 恩师的法相和对全世界佛友的最后叮咛 再次映入眼帘 深深感恩您 怀念您 在您强大正能量的感召下 我从一个几乎五毒俱全的小人 对变成一个心中常怀感恩的修行人 我看到这样翻天覆地的奇迹 已经在无数人的身上发生 我更坚信 它将在更多人的生命中无尽地延续 从步入佛门的那天起 师父就给我们上了修行的第一课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八个字的修行宗旨 奠定了我们无论在修行路上走得多远 国家的利益 众生的福祉永远是初心所在 2020年1月11日 在疫情来临前的最后一场大法会上 师父向世界佛友再一次疾呼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心灵法门传承大乘佛教 净化道德 修心养性 凡谱归真 爱国爱民是学佛人的首要责任 遵纪守法是修行人的根本前提 我们学佛就是要自决决他 走入众生和社会 践行和证悟佛法的教义 使佛法般若智慧 回报社会 利益众生 一事修成 报佛恩 话音一落 全场数万人掌声雷动 从开始弘法到最后一场法会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师父无时无刻不再教导我们 永远把三宝 国土 父母和众生的恩德记在心中 把一切修行所得 无私地回馈于世间 则人间净土就在眼前 佛教认为 我们的身心和一切外在环境 是一体不二的依存关系 永远不要把自己与社会 众生 自然 对立起来 白话佛法中曾提到 感恩心不仅是阻止业障产生的法宝 更是修行人 完善人格 未来成佛做祖的关键 师父曾在节目中回答听众 修行不是含空洞的口号 报恩要从脚踏实地的行动中去落实 从各期开示中可见 上报四重申恩的含义非常深广 第一是报众生恩 万灵同源 众生皆具佛性 如果推演到九元以前 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源同出一处 在漫长的轮回中 曾经的父母 亲人 有缘 同类 因为业力的差别 变换了身躯 散落在六道的各个角落 其数量多得无法想象 我们面对的一切众生 可能就是过去生中的 挚爱亲朋 因此 我们与众生永远是 自他不二的关系 从另一层面讲 任何人只凭一己之力 是无法生存的 衣食住行 生活所需 全部都是众生的劳动创造 哪怕变换了陌生的形体 再也无法认出彼此 但累世的亲人 以众生的形式 依然在帮助着我们 如果他们不幸沦为了旁生 我们以慈悲心 戒杀放生 也是一种感恩 这就是 视众生为亲人的 深刻意义 第二 是报国土恩 中华优秀文化 渊远流长 早已与佛教思想 水乳相容 是我们入世修行 和出世成就的 根本资量 佛法无疆界 但修行人有祖国 我们的第一重身份 是国家公民 没有国家的安定富强 就没有生命的安全 和修行的保障 把国家的利益 置于首要位置 是修行人 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的起点 是应尽的世俗责任 三是报父母恩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师长给了知识和会命 报父母恩也包括了报师恩 不仅要报答县世父母的恩德 也应报答累世父母 师长之恩 就如师父教导 修行人应尊重一切 正信宗教 所有修行门派和善知识 因为他们在无量的过去和未来 都带给我们有益的知识和信仰 都是生命中出现的光明 四是报三保恩 佛是众生的医护和导师 法是佛的教诲 是解脱的依据 僧是佛与法注释的表征和传承 三保的身恩 是我们一生都无法报完的 三保本身并不需要众生报答 只是我们通过报恩的方式 来修出智慧和福德 师父提醒我们 修行最为重要的是 尽行受归于自信三保 理尽佛的形象 遵循法的教导与经典 恭敬十方三世一切贤圣 和正法僧团 将佛的教义融入生活 把慈悲传递给众生 才是真修行 修行人的心犹如出淤泥的莲花 虽然世间有种种不足 甚至丑恶 但心中要认为世上只有坏事 没有一个坏人 须知诸佛菩萨在阴地时 也曾经是业障凡夫 而任何一个人 只要心向佛的光明 就一定有成佛的那一天 对身心依报的一切 常念似恩 在世间意义上 我们将给人间带来 无尽的慈悲和温暖 从初世角度而言 报恩使八十天中 充满了善良的种子 与九十天中的佛性相应 我们的身心就会由内而外 散发出般若的光明 成为人间的菩萨 在世间成就一生的道业 师父安详世纪前 为全世界佛友留下了最后的叮咛 恩师不舍缩婆 生命最后一刻 依然心系众生的解脱 再次强调了佛教徒 报恩的重要意义 师父一生广度人天 红泛三界 慈悲睿智 如朗诏之日月 师父曾讲解过回向文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报恩是我们修行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佛教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白话佛法讲座中提到 感恩心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 人生在世 个人与他人 集体 社会 国家之间的利益 有着不可避免的客观分别 有冲突矛盾 不足为奇 但矛盾可以用感恩来化解 要把它当作一个修行的缘起 生活中能理解别人 就能生起包容和融合之心 进而设身处地为对方提供帮助 善待众生 自己也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善待 因此报恩是化解冤结的有效手段 如果把这种人际间的妙法 进一步扩展到与众生 社会 国家的关系中去 世俗社会就是充满祥和美好 安乐庄严的净土世界 这是在家佛教徒除了对社会的物质创造外 在精神层面的重大贡献 也是佛法普及化教育的意义所在 历代祖师大德都提倡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的道德 在现实社会中 佛教的报恩思想 也是爱国思想的体现 修行人不论身处何方 仰抱国家之恩 民族之恩 血缘之恩 文化之恩 是最基本的道义 唯有国家强大 才有众生安定幸福的美好生活 才有父母亲人的天伦团聚 才有三宝传世的法脉昌龙 在2020年最后一场大法会的结束语中 师父反复告诫我们 爱国爱民是学佛人的首要责任 遵纪守法是修行人的基本前提 现在想来 震聋发聩的这句话 包含了多少殷切的期盼 有道是 皮之不存 毛将淹腐 唯有先报答好国恩 才能有机会更好地报三报恩 众生恩和父母恩 上报国恩 才是上报七余三恩的根本前提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这八个字的修行准则 就是引导我们在仰报四恩中服务社会 圆成佛道的保障 缅怀恩师的一生 常年致力于世界和平文化传播 不同宗教间的交流融合 调和国际种族冲突 促进民族和睦团结 他所传播的中华如是道三教精神 跨越文化 种族 地狱的隔阂 在全世界引起了善良人民的 长远认可与共鸣 师父十几年如一日燃烧生命 在民众中普及五戒时善 慈悲大爱等思想 引领无数有志者走上解脱自身 利益社会的道路 亲身垂逝了何为大报恩的典范 恩师虽以缘济 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 永远为后人取之不竭 对师父最好的感恩和纪念 不是执着于世间的有形色身 而是他永逸无畏 大爱无疆的菩萨精神 让我们牢记恩师的教导 真正的佛弟子是一个善良的人 懂得用佛法降伏自心 消除傲慢 称心等烦恼 一切为众生着想 你就是官员菩萨 商人菩萨 工人菩萨 农民菩萨 佛教徒如能尊师所教 此身留于娑婆 则尽行受上报下祭 建设人间净土 待夜报尽时 与有缘众生同归极乐 才不枉修行人的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